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快乐为什么不幸福 一般上我买书有一个习惯就是看这本书的封面还有封底到底写些什么 在这本书里面他问了一个问题 我想今天分享这本书的时候先问你 他说快乐不等于幸福吗 如果生命只剩最后十分钟 你会做些什么呢 例如你会花光你的私房钱 或者是痛扁你讨厌的主管 或者是喝干掉你珍藏的好酒 或者是向你暗恋已久的人表白 或者是来一场性爱派对 或者是捐出所有的积蓄给慈善机构 有哪几件事情是你现在真的会去做 我们不是应该乐在当下吗 当初我决定要买这本书的时候 就是因为看到这样的问题 我就觉得这本书可以买啊 第二个原因是我喜欢它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作者 它叫丹尼尔吉伯特 我为什么喜欢它呢 因为它通常发问问题的时候 都很有画面感 什么意思啊 就是它不是问问题 当它问问题的时候 你会被它吸引 因为你感觉到它好像 用电影的手法来问你问题 第二点 它用非常简单的方式 来让你进入一个经济学 或者是生活经济学的观念里面 待会儿我就念它 里面所写的前言给你听 你就知道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新加坡的美香秀 伊瓦秀 美香书房 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这里面是它写的前言 当我翻开前言的时候 我发现 我当时回答了这个问题 假如你知道自己再过十分钟 就要死了 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 我发现我在书上写 和女儿静静地享受 这最后的十分钟 我那时候写这个答案 你今天在问我的时候 好像还没改 假如你知道自己再过十分钟 就要死了 此时你会做什么 冲上楼点燃 从福特主政时期 就藏在放袜子抽屉里的那根 万路宝香烟 或者是步履飞快地 冲进老板办公室 当面细数他的不是 还是开车前往新商场 附近那家牛排馆 点一克五分熟的丁谷牛排 管它有没有厚厚一层 非常不健康的胆固醇 这当然很难说 不过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预测 在生命最后十分钟 你可能会做的事 没有几件 是你今天真的会去做的事 有些人会为这个叹息 并且对你摇摇手指 断然地告诉你 你应该把生命中的每一刻 都当成最后一分钟来过 但这只显示了 有些人会用最后十分钟 给别人愚蠢的建议 当预期自己的生命 会延续下去时 我们所做的事 自然与预期生命 会突然结束的时候 所做的事 不一样的 就像有些人 这辈子他可能说 我不要抽烟 但是说不定在他生命 要结束前的十分钟 他突然之间说 既然要死了 就抽一根烟吧 那就好像说 我说我希望静静地和女儿 度过最后的十分钟 那是不是也代表了 我从来没有静静地 跟女儿度过十分钟 所以在这本书的前言 立刻就吸引我 快乐为什么不幸福 其实如果你让我说的话 我觉得快乐就是一种 短暂的情绪反应 而幸福是一种生命的境界 所以有生命境界的人 当然就会幸福 但是他不一定追求快乐 而追求快乐的人 表面上看起来是聪明的 说不定这辈子 他都没有办法达到幸福的境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新加坡的美香秀 伊娃秀 美香书房 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在他这本书里面 第一章提到了 《飞进未来》 如果你有心 要买这本书来看的话 那么看到第一章 我相信你会跟我一样 一直想要停一下停一下 因为你想要搞清楚 他究竟想要说什么 或者是你想要搞清楚 你的脑袋究竟在想什么 因为他会带你去一个 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例如说这边就问到 大人总喜欢拿笨问题问孩子 并等着他们回答笨的答案 因为这样可以让自己发笑 我们特别喜欢问小孩的 一个笨问题就是 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小朋友看起来一脸茫然 仿佛担心大人的问题 也暗示了一些长不大的风险 好像我女儿小时候 曾经跟我讲 我说你长大要做什么 她说我长大以后要做 管理动物的人 因为她喜欢动物 可是现在她没有管理动物 她管理她妈妈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现在想做什么 小朋友就答得出来 但是我们大人都不问 你现在想做什么 而是问你将来想做什么 为什么小朋友没有办法说出来 以后要做什么 是因为他们不太明白 以后是什么 而大人在这方面就厉害得多了 从出生到年老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逐渐明白 以后是怎么回事 而在这篇文章里提到 以后好一个惊人的想法 有力的概念 了不起地发现 我在这个句子上面画了一条线 因为我知道她在说什么 真的 人有了以后的想法 世界就改变了 只要闭上眼睛 静静地沉醉于明天 她就可以把今天摆在一边 对吗 你看是不是好厉害哦 人的以后想法 是一个惊人的想法 有力的概念 和了不起的发现 这本书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第一章所写的就是 《飞进未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新加坡的美香秀 伊瓦首 美香书房 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在《飞进未来》里面 她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人不能够活在当下 要是我们做不到 像鲸鱼觉得很简单的事 情况会怎么样呢 为什么我们的大脑 会固执坚持地 要我们去想想未来 这个作者给了你一个答案 我不知道你喜欢吗 同意吗 他说这个问题 最明显的答案就是 想到未来 会让人开心 我们会在公司野餐的时候 幻想敲出 制胜的拳雷打 或者是买乐透 中奖 或者是在生活里 发生一些 自己希望发生的事情 人在幻想未来的时候 多半是想象自己的成就 或者是成功 而不是失败 或者是错误 的确 想到将来会让人很开心 所以我们有时候 宁可只是想象而不去做 因为做了 就不是想象 而做了 有可能 就不是未来 这让我想到 生命中很多事情 有些事情想象中 确实比实际的进行 来得开心 就好像男女之间的情感 暧昧的时候 比真实发生的情感 更让人觉得有吸引力 那么讲了这么多 你会想 快乐为什么不幸福 跟这个概念 有没有关系呢 你还记得 我跟你说过的一句话吗 我说 在我的心理想法 快乐是当下的情绪 幸福是人生的境界 是一种高度 所以呢 一个人 为什么快乐 不一定会幸福 而幸福的人 不一定追求快乐 这本书推荐给你 这不是一个商业节目 我也不是要你去买那本书 只是这是我 曾经看过的一本好书 叫做快乐 为什么不幸福 如果你有兴趣 我希望你也去读读这本书 如果你读了以后呢 欢迎你写信给我 或者是发简讯给我 或者是在我的脸书上 留下你读这本书的感觉 这是美香Library 美香书房 跟你分享的书是 快乐 为什么 不幸福 美香书房 谢谢你的收听 美香书房 让你的生活 更美好 莉莉呼声 让您的生活 更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